接下来请收看 玉兔灵门满愿斋 各位生命电视台的菩萨大德 阿弥陀佛 吉祥如意 欢迎收看玉兔灵门满愿斋 今天我们请到的厨师是 何玉雪菩萨 菩萨阿弥陀佛 菩萨他有30年的厨师经验 素食的经验也相当丰富 曾经拥有一家素食餐厅 菩萨今天就劳烦您了 那我们今天示范的第一道菜 就是松脂法菜羹 那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 大白菜 红萝卜丝 笋丝 金针菇 松脂 姜丝 香菇 法菜 芹菜猪 木耳条 羹条 黄金虫草 那我们需要的调味料有 橄楼油 橄楼油 树蚝油 乌醋 盐 糖 香菇粉 胡椒粉 树沙茶 以及玉米粉 哇 今天的材料好丰富哦 比方说黄金虫草 它还有丰富的营养 而且它有抗炎 抗氧化 还有能够防止 心血管疾病 刚刚呢 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有提到那个 法菜的来处 麻烦您跟大家说 好的 那我们的法菜呢 它有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来自于海洋 一个是来自于沙漠 那它是一个 非常有高价值的食物哦 它含高铁高钙跟高蛋白 是一个非常养生的食材 是 那个今天的菜肴呢 我们取名法菜羹 是 那那个法菜是起 谐音发财 是 希望来年大家都发大财 是 那但是呢 平常呢 我们修行人不大谈 不大爱谈发财 是 因为呢 觉得他太熟气了 但是呢 修行人也需要 资深充裕 又八大人绝经 第六绝世就有提到这个部分 平虎多怨 恨劫二元 是 是 是 那我们今天就麻烦您了 那里 好好好 那我们就开始哦 首先呢 我们就把大火先打开 是 我们先热锅热油 是 然后来 一把 来一个橄榄油 这个橄榄油是 希腊 希腊原生种的 卡米尼 它是 百年 百年的老植物 哦 是 是 粗榨橄榄油 其实是我们 人体里面最丰富的 是 我们呢 先把我们的姜 先给 稍微爆香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把香菇片给放下来 是 一点点吃 是 一点点 我们吃 是 是 来 好 先把我们的香菇 给稍微爆香一下 让它的香气能够产生 慢慢的香气出来了 我们就把 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是不是要炒到 这个 红色的油出来 是 还有我们的木耳 稍微爆炒一下 那我们就 把我们的 辣白菜给放下来 哇 今天的辣白菜看起来非常的 棒很新鲜哦 好 我们稍微给它 翻炒一下 我就把水给放下来 先让红萝卜丝先 火开来 火开来 让过吗 那我们就在趁这个 煮开来中间 我们要来把 炒酱料 对不对 把酱料给调出来 我们就要盖起来 让它去 满足 你需要橄榄油嘛 对 对 是的 我们的调味 我们需要的是 橄榄油 橄榄油 我们的树沙茶 这个油 不用太大的火 我们下两嘴 不懂吗 好 好 马上稍微爆炒一下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糖 哦 你看它 火炸的时候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噴哦 所以要小心 好 那么我们的白菜已经煮开了哦 我就把 我们调的调味 我就给它放进去了 这个就是功夫了 这个就是功夫了 因为呢 通常呢 有些人在煮这个 羹的时候 不会把那个酱油跟 蚝油跟那个沙茶炒过 所以它的味道提不出来 其实这就是 这道菜香气的来源 我们就把我们的 煮一片 我的根条 我们的根条 我们的红菱虫草 我们的黄金虫草 這個是你們的胡椒粉 羹就是要有一點辣辣的 胡椒就是酸酸的 讓它的味道沉澱 然後糖 然後糖 剛剛的食物 好 羹就是要酸酸甜甜的 是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 香菇粉 給它提個胃 鹽少許 這個羹真的是 香囉 來 最後的法菜 放下去 我們做最後的調味囉 我們就慢慢的把這個 給它勾芡起來 我們就慢慢的把這個 好 我們的把菜根就完成囉 我們今天的松子把菜根就完成囉 來 松子法菜根 食材 大白菜 紅蘿蔔絲 筍絲 金針菇 松子 薑絲 香菇片 法菜 芹菜末 木耳絲 牛磅根條 黃金蟲草 調味料 橄欖油 素蠔油 黑醋 鹽 糖 香菇粉 胡椒粉 素沙茶 玉米粉 做法 起油鍋 爆香薑絲 乾香菇片 再下紅蘿蔔絲 木耳絲 大白菜 拌炒後 放置一旁續煮 二 另起油鍋 爆香素沙茶 素蠔油 再加糖拌炒 三 加入爆香後的素沙茶 素蠔油 及糖 再下筍絲 牛磅根條 黃金蟲草 金針菇 四 下調味料 五 加入用冷水泡開的法菜 調菇芡 即可盛碗 接著呢 我們是第二道菜 那菜名是月亮蝦餅 我們一樣歡迎我們的廚師 謝謝佛沙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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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煩您了 好 謝謝您 那我們請來介紹 月亮蝦餅的食材 月亮蝦餅的食材有 春捲皮 蒟蒻 秀蒸菇 龍蘿蔔丁 香菇丁 杏鮑菇 小麥調理薑 蝙薑 以及薑末 那我們的調味料的部分呢 有香油 鹽 糖 香菇粉 白胡椒粉 以及我們的麵糊水 那我們還有一份沾料的部分呢 我們沾料的調味是 薑 辣椒 桂苓 以及檸檬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們先要把我們的調料的部分 先把它先炒過 所以我需要先調我們的 炒我們的調料的部分 我先把杏鮑菇丁給它炒起來 來 杏鮑菇為什麼不能加油 因為它如果加油下去炒的話 它會比較有腥味 而且不出手 對 是的 杏鮑菇還有 收蒸菇對不對 對 我們把它炒乾 不能加水喔 也不能加油 是的 這樣的話我們的味道才會更香喔 把它兩個炒在一起 在我們在炒當中 盡量就把那個水分給炒乾 那現在我們的那個水分炒得差不多囉 香菇丁跟我們的紅蘿蔔丁也加進去囉 把香氣都給炒出來了 我們會 將糯放下來 慢慢給它炒 炒香來 把那個香氣給逼出來囉 好喔 有沒有聞到很香的味道啊 好囉 我們要把我們的所有的材料 都要把它混合均勻 所以我們需要再調味嗎 需要喔 那這樣如果沒有調味的話 它會沒有味道的 所以我們需要它的調料 然後再來試試 我們把蒟蒻給放下去 蒟蒻蝦仁 蒟蒻蝦仁 然後再把我們的蒂奇 蒂奇也放下去囉 好 把材料全部放好之後呢 我們開始調味囉 首先呢 我們放一點點鹽 糖 我們的糖 來 一點點香菇粉 一點胡椒 然後再來我們的香油 這個小朋友都很愛吃對不對 炸酥酥的很好吃 炸的很酥又很香 炸的很酥又很香 不只是小朋友喜歡喔 大人也很愛耶 記得啊我們只要我們公灘的時候啊 我們到正點氣色 那個那個每次啊 那個師父都說 他們不吃炸的 對不對 然後每次呢我們煮 一量蝦餅都沒有一塊剩回來 對每一次都說啊 我們不師父們不喜歡吃炸的喔 然後對每一次我們這個月亮蝦餅出去呢 都是供不應求的喔 我再加一點點麵糊水 昏的夜亮蝦餅有個腥味 那素的夜亮蝦餅的腥味是來自 就是它的就是剛剛那個 秀珍菇跟杏鮑菇乾餅以後 乾餅以後 出生的香氣 它的味道就比較香 是 好那我們現在這樣就完成囉 我們就要來開始製作 月亮蝦餅囉 首先呢 我們把蝦餅餅展開來 展開來我們把它鋪平囉 嗯嗯嗯 然後呢 我們的刷子 我們就把它麵汙水給沾上 嗯嗯 其實它並不難做對不對 是 所以大家都在家都可以做 都可以試做看看 對 而且這個食材又是很天然的 又營養的 所以其實在家裡 如果 對 家裡有小朋友的可以試做看看喔 嗯這兩個嗎 對 我們這樣就完成囉 這樣就完成一片了 這個可以用煎也可以用炸嘛對不對 是 等一下我們就用 炸的就酥酥的 酥酥的 等一下我們就用 用煎的示範 對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喔 哇 我們的食材 你看 一點點的食材可以做這麼多遍耶 其實你要知道在市面上 賣的它其實都很薄 那是因為我們自己做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加厚加大 加多 好 那我們 食材好囉 我們現在要 來把它 半煎炸起來囉 起鍋囉 我們就 熱油 然後把油 炸下去 它因為它是要 半煎炸的嘛 所以我們的油要稍微 多一些些 稍微油熱了 我們就把那個 黑亮蝦餅下去炸囉 這時候火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 它就很快就焦了 水移 水移 看啊是不是很簡單 其實這個代嘉玲 對 代嘉玲每一個 都可以做自己來做 來 我們把它翻個面 好 這是很漂亮啊 青黃色 青黃色 青黃色的 我們再把火再調小一點 這個火啊 要是控制不好 當然容易就A掉了 A掉了 是 所以我們就是 在家裡我們的火 就要小心控制囉 不會如果太低溫 它基本上 它的含油量會比較大 對 是 但是就是等一下 要最後 對 最後快 全部要起鍋之前 還要需要用大火把它加熱 所以我們需要很小心的 你看很快吧 很快它就定型了 好 那我現在就在準備給它 加火囉 好 那 我們的月亮小餅完成囉 看 金黃色的 看起來很有福慾喔 小朋友最愛吃的 對 是的 我們就把它完成囉 切四片嗎 切四片 你看 咬咬沒有酥酥的啊 看起來很好吃 哇 哇 一刀子下去都是酥的喔 嗯哼 好 來 那我們 要讓一下你們講 那我就來開始做沾醬的部分囉 我們首先把我們的薑跟我們的辣椒 把它切成 末 是的 我們把它切成末 好 好 好 嗯 把它切細一點 這樣就可以囉 然後我們再加個檸檬水 這裡 好 來 加個檸檬水 加個味噌 還點糖嗎 是 是 我們的沾醬就這樣完成囉 直接可以把我們之前這些拿起來了 那之前呢 我們有事先先把它切起來了 這是我們的成品 這是我們的完成品喔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啊 月亮蝦餅 食材 春捲皮 秀針菇 蒟蒜 蒟蒜 香菇丁 紅蘿蔔丁 杏鮑菇 小麥調理薑 壁脆 薑 調味料 香油 糖 鹽 香菇粉 胡椒粉 麵糊水 蘸醬 嫩薑末 辣椒末 味醂 冷開水 柠檬汁 做法 一 将所有食材放入锅中 搅拌均匀调味 2.将春卷皮转开 将材料放至中间平铺均匀 将春卷皮对合 3.起油锅 加热至80度 放入虾饼 炸至金黄色捞起摆盘 不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划播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新逢定光古佛圣诞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公佛摘天祈福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战江法师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1月27日大年初六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旋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山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慈悲至夜云宁观音讲堂举办 恭送金光明经法会 恭请慧态和尚主法 日期1月29日星期日到1月30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普韦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迪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把会期间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火车 今天是六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再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慢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时时 也就是迟灾过舞不时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佛寺巡礼 伍马 佛寺不是信仰 是一种教育 是一种生活 佛是我们的老师 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 其实我们自己 透过自己的进步 升华 进化 然后到达圆满 这些都可以透过我们自己去努力 不需要依賴別的更高的神或者是存在 来得到救赎 其实要学习的是开发自己 把我们本来的亲近的佛性 把它开发出来 菩萨寺的见识因缘是在16年前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去建立一个 在都市里面有一座弘法教育的佛教的场所 让在世间的人很容易能够亲近到佛教的道场 因为我觉得佛法是一种教育 佛法是一种生活 那么如何在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佛教 把佛法利用到我们自己生活里面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空间 它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佛法所谈的内容 如何去落实佛法 当时候我建立这个菩萨寺的时候 取名菩萨寺 因为我认为佛陀成立的这个僧团寺院 它就是一所学校 它就是在帮助我们学习人生的道理 生命的智慧 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 然后圆满自己 丰富自己 净化自己 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自在 所以说菩萨 如何做一个菩萨 这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价值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学习 分享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成就 跟快乐 很多人把佛法当成信仰 甚至是一般的宗教 所谓的宗教就是说 它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像神或者道 那样子的存在可以救赎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得到解脱 得到快乐 需要得到救赎 才有办法得到一种解脱快乐的一个境界 那我们怎么样把那样亲近的本性 本来存在的一种潜能开发出来 慈悲不是别人教我们 我们本来就有慈悲的能力 只是被我们的无名烦恼给障碍住 所以透过佛法的学习 我们可以把它开发出来 那菩萨这里所要产养的 就是波瑞智慧的法文 让每一个人来了解佛法 真正的精神内涵 核心的思想是什么 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帮助到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 愿此终生超法界 铁为幽暗西皆文 文成清静正元通 一切众生成正觉 佛教的寺庙没有所谓的宗教建筑 像我们想到其他宗教 比如说伊斯兰教或者是基督教 就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那个清真寺或者是教堂长的什么样子 但是佛教没有它的一种刻板的宗教建筑 如果有应该是印度式的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宫殿式建筑 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之后 那么当地的这些皇家贵族他们也学佛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生活中最好的建筑空间 供养给这些出家众 让佛法这个三宝可以在这里住持 在这里讲经说法利益众生 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就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 就变成是我们现在一般刻板印象中的这种佛教建筑 但是这样子的建筑我认为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生活在那样子的空间里面 所以说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建寺庙的话呢 会跟我们的生活有距离 会无形之中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这里是拜拜的地方 信仰的空间而不是生活 所以说我希望呢 现代的佛教应该有他自己对佛法的一种现代的诠释跟领悟 然后如何去落实 空间只是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如何把这样一个学习的地方用现代的建筑方法来诠释佛法 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市区啊 整个都是水泥 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是有压迫的 我们一般的人现在的生活就是过得很舒适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 但是我们的精神是不是也很健康很强壮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是需要被提醒 被锻炼被升华 那所以如何把人带回到自然去 如何透过环境说法 这个是我们在创造这个寺庙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想进去 让人走入这个空间它自然放松 自然有一种就是说养育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它在这里得到一种安静放松 然后能够这个心情能够恢复 像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 这个阿弥陀佛世界啊 树啊 这个风啊 鸟啊 这个环境呢 都会说法 让我们念佛念法念生 那佛跟自然是很有关系的 尤其跟树 佛是在树底下出生的 然后他出家修道也是在树底下 成佛也是在树底下 讲经说法 最后涅槃也都是在树底下 所以树跟佛教有很亲近的关系 所以如何把树带入到我们的修道空间来 我们的寺院里面来 让随时随地你在这个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让人一走进到这个空间来 那个环境本身就在教育他 当一个人来到菩萨寺的时候 走入这个山门 还没进大门之前呢 这里有一棵梅树 在欢迎着我们 来往的这些行者呢 他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时候 他们可以走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歇脚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坐在门口 这里呢很舒服的很安定的 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歇脚 然后看着里面的这个水 还有就是莲花这个佛像 在烦躁的时候 经过那个前面的水池 他从那个开口 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种宁静 或许也可以给他一点加持 给他一点帮助 从那个门口走进来 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树枝呢 特别的压低 是要让我们学习低头 因为佛法公敬中求啊 唯有透过公敬的心 我们才有办法看见自己 才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局限 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么进一步丰富自己 提升进化自己 然后我们这个桥旁边也都没有这个栏杆 在残门里面告诉我们要照顾脚下 也就是意思要活在当下 专注安定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发觉危险 我们也才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处理 随时随地活在当下 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功课 透过五感去感受这个生命当中的一种变化 佛法教导我们无常 所以在这个世纪当中 树它在变 有的时候是绿意盎然 那么有的时候呢 树叶都变黄了 都变红了 甚至到冬天只剩下树枝 然后光影在一天当中的这种变化 那可以让我们察觉到 每一个当下的这个千流变化 让我们去体会 这个佛法的一个精神内涵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一个重心 在大殿的佛像后面是玻璃 然后后面有一棵大树 这个大树呢就是像佛坐在这个树底下 在讲经说法的一个情境 让我们去异想这个佛曾经在菩提树下 为弟子们开示的一种感觉 在爬这个楼梯的时候 就好像潮山的这条路 潮生命的一座山 它绕了一圈 绕了一圈然后再慢慢地爬上这个钟台 然后再转身 然后再转向这个佛殿 到了这个钟台的时候 看望我们的来时路 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然后敲这口钟 就是意味着一种觉醒 察觉到生命的一个局限 发愿要去就是学习突破 学习超越 丰富自己的生命 获得真正的快乐 所以再转向大殿里的佛 然后往佛的那个方向 一步一步的前进 所以这个是菩萨士当时候的 这个一个规划 一个理念 就是透过环境的一个安排 然后让大家能够体会 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佛法 这个菩萨的智慧的开启 剪法式的一个建筑 所以没有太多的雕琢 都是把多出来的东西 舍掉 放掉 剪掉 学习佛法的核心精神 我们就在舍 舍掉我们的烦恼 舍掉我们的贪嗔痴 舍掉我们过往的这些不好的习气 所以说学习舍 它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微妙的美 很多的年轻人 甚至有一些人 特别来菩萨士 从任何一个角度去拍摄 拍照 然后他们看到这个环境很特别 在哪个角落拍照都有一种惊喜 因为任何的一个画面 都会变成主题 就会呈现出它微妙的一种美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自然的美 不是刻意去雕琢出来的 那么这也是佛法的本质 佛法本身就是教育 菩萨重视的是教育 建设外在的这个寺庙 这只是一个方便 就是让人有一个空间来做学习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 发生的教学 这是更重要的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能够植入到人心 然后帮助到他的生活 改善他的生命 我出家之后 一直就是从事佛教的教育工作 就是在佛学院训练出家众 我们说佛法能助持在世间 就是因为有生保的这个 这个弘扬佛法 那所以说出家人的教育非常重要 在家人的教育也一样重要 只是说以出家众为根本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如何在我们的这个空间 就是在我们居住的环境 去找到这样子的人 或者种子可以被培养 然后再加上我在1998年的时候 第一次踏上这个朝圣之路 去到了印度尼泊尔 就是佛曾经在这里 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弘法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参访 那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 其实我非常的震撼 因为这个地方 一种落后 贫穷 甚至圣地的一个破败 身为一个佛弟子 我看到这个内心是很震撼的 而且是有一种悲伤 为什么佛教会落寞到这种程度 如果我想这个其他的宗教 他们的圣地 应该他们会很积极的 如何去维护它 如何去照顾好这个环境 甚至当地的人 也都是学习他们的宗教的 佛法在印度已经 可以说是没有了 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太少了 对佛教的认识 但是几乎是已经是变成是一个历史了 看到那里的贫困 我们对当地的人 我们会有一种怜悯 想要去帮助他 一般就会布施一些财物 去救济他们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帮助太有限了 就是可能当下利益到他 但是他后面的生活 他的生命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唯有透过教育 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现象 在自己的挑战 因為尼泊爾是佛的出生地 所以我們應該要秉著一種感恩的心 回到那個地方去利益當地的眾生 讓他們也能夠同時學習到佛法 利益到他們的生命 改善他們的生活 再重新把佛法過種下去 讓當地的人可以感受到佛法的滋潤、加持 讓他的生命能夠得到昇華 同時也讓我們培養未來的佛教身材 有一些優秀的出家眾 能夠來弘揚佛法利益更多的眾生 所以在八年前 我們有一些姻緣 就是認識當地的一些法師 他們也願意幫忙協助我們 去找這些學生 去物色這樣一個學校的空間 然後就是幫助我們設立這樣一個道場 一個學校 法的一個教學上面 我們要花很多的心力 這是我們佛教徒的責任 我們要更加的用心去做 我們要更加的用心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 透過各種課程的一個學習 幫大家找到跟自己的生命對話的一個因緣 所以在菩薩寺茶茶茶舉辦一些禪修的課程 然後有些是以瑜伽式定論 作為一個引導的基礎的禪修 然後也有很多屬於生活禪的這樣的課程 比如我們大家很喜歡的宋波的禪修 菩薩寺到現在大概有七百多個波 希望大家透過一個波 跟自己的心來對話 然後在敲波的時候 每一個聲音就好像每一次的覺醒一樣 因為我們可能忙碌於工作 或者是說現在很緊張 匆忙的一種生活的模式 會讓我們慢慢失去觀察 我們每個念頭的生氣 那敲波呢 這個波的聲音非常的獨特 它真的就是來自於天跟地 富裕我們的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很美好的能量 因為它是有很多的金屬所製作出來的這個波 所以每一個波呢 幾乎敲下去 你得到天得到地的祝福了 然後心安靜下來了 因為在磨波的時候 如果你磨很快 就會有卡拉卡拉的聲音 提醒我們要慢下來 我們都是太快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創造很多苦的音 然後透過這個波呢 我們可以開始一點一點的更認識自己 這個是我們出的書 它叫做《天文宋伯》 那這書的這個中間的這個銅片呢 其實就是在代表著一個送波 那也是在幫助我們看到生命的廣大 所以當這個書翻開來的時候呢 剛開始我們以為 這個生命只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緣 但是透過送波的一個 跟你自己內心的一個對話跟開啟 你到最後喔 慢慢你就會發現 你的生命的這個緣啊 其實遠遠超過你所想像的 你所認為 你每敲一個波 你的心就被打開 你會看到最圓滿的 最粗的那個樣子 你透過超波 越來越認識自己了 看到自己的心了 你終於相信你的生命 是這麼樣子的豐富 然後是可以去成為這個世間 可以去幫助別人的 那樣子的一個光明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有空來 菩薩斯敲波 那所以在菩薩斯幾年前 我們就是我利用了大概八年的時間 也是教隊的這個 重新教隊的大波瑋經 這個大波瑋經 是佛陀在金剛菩提座上 悟到的真理 就是我們學習佛法 佛法是什麼 為什麼佛法可以幫助我們 破除我們的煩惱 煩惱是什麼 智慧是什麼 那如何把煩惱 轉成菩提 進化成菩提 這個就是我們在大波瑋經裡面 佛所宣說的真理 那如果我們學習佛法 沒有學習到這樣子的一種智慧 那我們的煩惱如何進化 如何斷 這個是核心的一個思想 這個是核心的一個思想 就是佛經從唐朝玄奏大師把它翻譯完之後 它沒有得到相對的一種大力的推展 因為古代的經書都是抄寫的 不像現在是印刷的 那在抄寫過程可能就會有一些錯誤 可能增加一段少一段 或者是自寫錯了 所以說這一些錯誤呢 應該都要被訂正 在學習上面需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版本的經典 來做我們的衣櫃 那所以在菩薩寺幾年前 我們利用了大概八年的時間 尋找比較接近當時候唐代的一個翻譯 重新校對的大波瑋經 在台中這個地方 然後小小的一個菩薩寺 有人想要來學習 其實可容納的人數也不多 在菩薩寺這裡 我們就是經常用網路教學 把我們所錄製的 或者是現場轉播的這些課程 能夠在網路上面讓學習佛法的大眾 能夠即時地接觸到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佛法會沒落 是因為我們對於佛教的教育 內容我們不懂 不瞭解 然後沒有去推廣它 所以一般社會大眾對佛教不認識 以為只是拜拜 以為只是講一些比較神奇 一些感應的境界 這些就是佛法 不是 佛不是要講那些 佛法是要教導我們人生的道理 開啟我們生命的智慧 讓我們破除我們生命的苦 煩惱 佛出世只是為了開示侮辱佛之之間 意思就是要幫助我們認識佛的智慧 認識生命的實相 這就是佛當時候來到這個世間的意義 修道人就是要學習突破自己的局限 自己的障礙 我們才有辦法讓我們的心強壯起來 有力量 在面對我們自己的煩惱 在面對我們的苦的時候 我們不會退卻 能夠升起勇猛的心 去超越這些障礙 要很清靜 要很有力量 有智慧慈悲去面對各種的境界 所以透過這樣環境的一種生活裡面 潛移默化去鍛鍊我們的心 如何把佛法宣揚開來 讓每一個人知道佛法的真諦 佛法的精神內涵 然後實際上能夠 在他自己的生活當中去利益到它 那這個才是菩薩是存在真正的意義 佛寺中華護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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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帳號42138483 銀行帳號銀行貸號土地銀行005 帳號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護持護身放生超度陰生衛生胎兒 慈悲日夜花蓮中興舉辦 21度母四曼達拉 消災超度法會 恭請佛學教授主法 日期1月2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點半開始 地點花蓮中興 花蓮市建國路160號 電話038311673 038311673 敬請與會菩薩 全程配合防疫保護措施 聖金 恭佛摘天敬護法 前輩香花酥甫果 祈願佛法永新隆 法界眾生皆安樂 新春恭佛摘天祈福法會 恭請萊太法師 及法務指導法師 共同领众 日期2月1日 星期三大年11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灾法律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